五月天推紀錄片被打入凡間 怎麼辦 我猜應該是嫌票太貴了 唱的時間不夠 沒有指揮票價 不要 不要走 五月天推出演唱會紀錄片 現場 戰場 夢 工廠 描述打造演唱會工作人員的幕後故事 阿莎今天代表團員與導演打片 談到紀錄片的看頭 演唱會的時候就真的是造神 好像大家都覺得 你在台上呼風喚雨 然後可是看了這一部之後 打入凡間就算了 還繼續 就是那個形象簡直是 比 就是 很像路邊的 學生在那邊幹嘛的那種感覺 是會團跟都有秀房 但是也就是唯獨阿信的部分 沒有是刻意安排還是 也不能算刻意 一方面是 的確她平常就是 別誤會阿信不是偷懶 而是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只要有空團員就會讓她多睡一點 那時候阿信有時候狀況比較不好 真的是 那兩禮拜她壓力很大 就我們所有人 她是會給自己壓力最大的人 她就真的每天都是睡不夠的狀態 每天大概就是睡兩三個小時 讓別人沒有辦法 就是公司的視訊或什麼 沒有辦法重新剪接的時候 她又會自己跳下來 乾脆自己剪 然後連配樂 她就是覺得不夠好的時候 她也會自己跳下去做 香蕉之下 冠佑好像比較鹹喔 爸爸以為要找一隻 好狗 那冠佑唱歌真的像她女兒 包吊的主意嗎 不過其實冠佑唱歌真的滿不錯的 因為她應該是我們五個人 去KTV的時候 大家最會想聽她唱歌的 對 為什麼 她一直都很喜歡唱歌 可是她唱歌是那種 有一點美聲派的那一種 就是她都唱 她以前最喜歡去KTV 就是唱吃心絕對 或是唱 真的就是唱無印良品的歌這樣 就是一定要美聲派的那一種 她不太唱Rock的歌 聽鬼讓賴慧 關於要不要改組美聲團 報導